我花斑斑 留在爱你 身上是有担子的 因为她还有妈妈要养 她还有爷爷来了要养 她这个女孩她20岁左右 她身上真的是有担子的 她是很在乎她家里面的人 她不像可能有一些人可以说 哎呀我们可以做很多冲动的事 我可以适奔 我可以很冲动 也跟一个人在一起 因为我特别理解几年 她做不到 怎么看不到我的脸 我没有露脸的 最近这个心情也不是很好 但是有很多人给我发私信 就说问我到底现在怎么样了呀 也很担心我 几年说她一言难敬 她要跟她家里的人做事想工作 几年说她很为难 因为她家里人他们民族家里人 都说她 我已经有好多天没见过几年了 我也有好多天没跟她说过话了 因为现在我在我们庄园里边 也没有人跟我说好 我在这边待了几天了 心情也不是很好 我觉得过来清静清静 你咋知道我在这边呢 你今天过来找我 你怎么知道我在庄园里边 你天天 她今天她早上她就过来了 她说她来找我 她说她担心我 你还真挺好的 小本 昨天晚上跟罗秘书聊的挺多的 你跟罗秘书聊了 你这几天你天天给我打电话 你跟罗秘书你们天天给我打电话 我完了我手机 我直接给你们电话挂了 你还知道我在这 叶总的行踪比较了解 比较了解 我咋想的 你是不是也知道 不知道 真的不敢知道 几年眼睛都哭肿了 你们看到几年眼睛哭肿了吗 哎呀 真的 这小姑娘 她怎么能够哭呢 我不希望 不希望她这么伤心的 真的 几年眼睛都哭肿了吗 哎呀 我的天啊 反正说 她说几年想我了 但是我觉得 她又没见到 肯定这 她逗我呢 她安慰我 她这样说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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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说过想我了吗 咱们中文家人们 你们听到几年说过想我了吗 哎呀 我真的 因为我最近我心情不是很好 知道吧 哎呀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聊这个事 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互联网上的你们这些粉丝们 家人们 叔叔阿姨们 你们特别关心我 也很关心小几年 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给你们开个直播 给你们大家聊聊天 让你们也安心一下 对不对 几年瘦了 叶总 你还是去看看几年吧 她心里还是有你的 几年说她心里有我吗 咱们直播人家人们 我因为我最近 我从5号开始我没有跟几年说过任何一句话 也没有跟她打过一个任何一个电话 真的 哎呀 因为我想亲近一下 我最近心情太乱了 现在可能我跟几年我们两个人的事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最清楚 就大家很多人安慰我吗 说几年心里有我 哎呀 说几年也很 就是担心我 但是我说实话 几年是怎么样的 我心里 我也是很清楚的 这姑娘特别单纯 但这件事 她自己一定有自己的苦衷 几年她是一个女孩子 很多东西她改变不了 知道吗 她可能不像我 我是一个男人 可能我有很多时候 我可以鼓起勇气 可以冲动做很多事 但她不一样 因为我特别了解几年 在那咱们直播家 因为昨天就是罗密书来给你唱了一首歌 就是那个勇气 勇气 因为因为几年她是怎么样的 就说几年她是什么情况呢 她自己身上是有单子的 是有责任的 知不知道哈 咱们直播家 她跟我不一样 因为可能我从小我出来嘛 我们家里面的人也没给我什么负担 我出来我自己打拼也好 就身上 没有家里的那种压力 知道吗 但几年她真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她家里的人 从小把她养到大 她家里 她改变不了她家的家庭情况 她不可能把她妈妈给抛弃了 她也不可能把她爷来的给抛弃了 知道吧 咱们直播家人们 所以真的 我很理解她 你今天你怎么 小朋友 你这老代瓜 你还是挺聪明的 我任何人都没说过 我在咱们这边有个项目 有个庄园里边 这孩子他自己找过来 他今天早上找过来的 你今天吃穿上班吗 我今天上班 上班吗 对上班 我跟你 我不是告诉你 我说给你放几天假 你自己今天跑来上班 这个重加班 重加班 咱们直播家人吗 我是给小朋友说 我说我不叫你 你就一直放假 工资照发 然后他完了 他今天他主动来找我上班 这孩子真的是 他自己找来的 我没跟他说过我在哪 然后平时这几天罗秘书 还是他 他们给我打电话 我全都没接 我全都没接 谢谢大家对我的安慰 很多时候真的 我身里面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的 这几天 只有你们每天 哎呀 在这个 还为我操心 哎呀 几年上的事都那样说了 我打电话给他好吗 我在小娘山这边 我现在 你们觉得我还去找几天吗 哎呀 真的 因为我心情 我这几天真的一直比较忐忑不安的 你们觉得我还去不去 但是我去我上次 我都觉得我好上他的心啊 上次几年他给我个鸡蛋 我没拿稳 真的 咱们主播家人们 你们能不能理解我 我上次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是手抖 我当时一下我懵的 知道吧 我就他拿东西 我一下手抖了 一下东西就掉在地上去了 我也不想不拿稳了 那个鸡蛋 哎呀 我当时真的没想起 一下鸡蛋掉在地上去了 人家几年他自己家的土鸡蛋 全都摔碎了 也不能吃了 我觉得我也把它伤心了 我真的 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 今天 我有点伤害的心了 他这个问题 他他从小他就缺少别人的关爱 我唯一我这几天 这我承认了哈 可能这近一个多月两个月 我是和鸡蛋在一起 我觉得我给这个姑娘带来了快乐 咱们也都挺开心的 但是我觉得我前几天 他拿鸡蛋给我 我真的伤到他的心了 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他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想去挽回 去给鸡蛋说话 真的 你们觉得我们怎么办呀 我再去找他 他会理我吗 咱们之文家人们 不是说我去不去 我去找他 他会不会理我呀 他都在叫你打电话 不行 不行 我觉得 哎呀 我觉得我打电话 我真的没这个年打呀 罗秘书干嘛呢 他一直给我打电话 他给我打了两个电话 罗秘书 我给他挂了 今天哭了吗 今天真的哭了 真的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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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在说你看吧 今天到底哭没有 咱们之文家们 哎呀 真的哭了呀 别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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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哭 他怎么了 他开直播了吗 我看一下他们说的 今天开直播了 哎呀 真的有点烦 罗秘书他每天给我打 十几个电话 他又在打今天 我不知道他干嘛了 喂 哎 总 干嘛呢 什么事 你在那个庄园里面吗 你怎么 终于终于借我电话了 你 你你这几天 你天天给我打电话干嘛 我跟你不是跟你说了 不要给我打电话吗 嗯 就是看你这几天 谁跟你 谁跟你说 我在庄园里的 我看了直播了 你看直播 然后我赶快开上来的 你公司离这边 离这么远 你谁跟你说 我在庄园里的 我看直播 我刚刚才打开 对呀 然后我在路上 你在路上 你到哪了 我在山上 山脚下这会儿 你到山脚下了 我直播才开一会儿 谁跟你说 我在庄园里边了 我看到你开 我就上来了 你骗人吧 你公司离这边开车 要看两个多小时 真的 我今天刚好在这边 刚好在山脚下面 说点事情 有个客户 然后我看你开播了吗 然后我就往这山上开了 往这山上开了 嗯 哎呀 我真的服了 公司的 你不可能叫我回去吧 待会儿到晚饭时间了 你们说我见不见罗秘书 他说他过来了 我没告诉过他 我在这边 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 他我在这边的 我们就打个电话给今天 今天我沉默了这么多天了 我从4号开始 我这几天 我没有睡过一顿好觉 我真的 我骗大家 哪个小狗骗大家 我没有睡着过 我也 我真的 没有怎么睡过一顿好觉 也没有吃过一顿好饭 吃不下去 没有心情 真的 咱们中国家人们 我打电话 我直接我就说我想你了 好吧 我昨天还第一次唱了一首《勇气》 你昨天直播了吗 你直播 小朋友不是说你进我直播间了吗 现在咱们直播间2.8万人了 马上三个人了 那咱们就马上打好不好 现在咱们小正在已经到了500万了 那咱们就打好不好 好 说到做到后 说咱们说打就打 咱们直播家人们真的 没点关注可以点关注哈 打打打 那你们跟我说 我就直接 我说我想你了 好不好 我想你 他不接我电话怎么办 好紧张呀 他不接我电话呀 我给他挂了 好紧张啊 咱们看到我的电话 他故意不接我的 我真的服了 我再打一个 我打这么一下 继续打 打到接为止 四川公安提示您 打到接为止吗 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我听你们 那我们就打到接为止吗 刷干的都是诈骗 我的天 怎么回事啊 打两个都还没接 怎么回事啊 可能他放旁边了吗 怎么回事不可能啊 我平时我以前我今天 还没通 我平时给他打电话 他打第一个就接了 这个点可能他吃晚饭 手机慢下出电了 现在打到他接吗 哎呀 直接没了 他没接 怎么办 继续打呀 继续打 我打了两个了 我的天 他是故意的 他不想接我的 我打十个 他都不会接的 万一他不是 他只是放旁边了呢 怎么办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 不敢去几年家 现在几年家 亲戚多 过去要被骂了 你们他说几年今天开直播了 对 他们家真的很多亲戚都在吗 对 后面很多人在讲话 什么的 对不对 咱们中文家 你们听到没有 你们今天看今天直播 他家是不是有很多亲戚 我的天 他们亲戚不会围难他吧 那倒不会 他们可能就是盼你去找他吧 亲戚他虽然说嫌疑语多 但是还是要为他 这个样子 我听你们的 我再给他打一个 我再给他打一个 我不知道能不能打通 我真的 我希望给他打通 喂 几年 喂 你是一众吗 你谁呀 喂 你是一众 不要打这个电话好不好 几年呢 你是谁 你为什么拿着几年的手机 你是谁 我都干嘛 几年在哪 我问你 今天在哪 今天在哪 我问你 啊 你问了我都干嘛 今天在哪 我问你 今天呢 你不能打这个电话了好不好 我平常不能打这个电话 我问你 今天在哪 你是谁 我是谁 管了什么事 谁呀 我是 今天在哪 你给他接电话 他给我挂了 知道了吗 这谁呀 这么没礼貌 可能是他的亲戚呢 可能是他亲戚吧 应该他亲戚 不问 可能就是亲戚 对对对 现在 什么叔叔啊 应该他亲戚 就是案情 否认 给他 你 赞 counselors 任 不了 干嘛 自よ 咱们 贱 好